这是整个羊头 就上桌就吃啊 河北成德的平泉 咱们接着给你们去探美食 然后呢通过的网友啊 有一些推荐 说有一个叫做树梨羊汤比较不错 说里边羊头 堵包肉 还有肉肠 然后羊汤都比较不错 咱们过去尝一尝 走 这个就是树梨羊汤馆 前面也有个羊汤馆 树梨羊汤馆 咱们去一边看一看 你好 你好 谢谢 这是特色的羊汤烧梅瓶 有特色的羊头 堵包肉 这就是那个羊汤是吧 对 这是小碗羊汤 除了羊汤以外还有什么呀 有羊头 堵包肉 这是在清洗的羊头是吧 对对对 这是在清洗的 这羊头几个人吃啊 羊头三四个人吃 三四个人吃 对 这是整个羊头 就上桌就吃啊 对对对 你可以手撕着吃 也可以我们给你直接披好了 手撕是绝对带劲啊 这是什么羊啊 这是 内蒙羊 内蒙羊 对 有棉羊有山羊 几点开始炖这羊头啊 早晨四点二十 就开始下锅炖这些羊头什么的 天能出多少个啊大概 大概十多个吧 在这做多长时间了 咱这块是老店 就是岳父那块就开始做这个 咱是个传统店 就三十来年历史了 羊头我来一个 羊小碗羊汤 削饼也来一个 行 煮包肉还是羊那个肠 您看着给我们来点 行 来一小份 煮包肉十二一个 十二一个 都是纯羊肉的 肠呢 那小份的吧 小份多少钱 来个三十的 来个三十的 羊头是按斤的 三十一斤 三十一斤 像这样大的大概是多少 大概七八十块钱吧 这就是做这个羊汤的整个过程 放进咱们这个汤里边 先给它涮一下是吧 对 让它热了 然后开始 把我们的汤汁来放进去 然后放点香菜 从你这手法 能感觉出来 你这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了 对 好 羊汤好喽 端出去喽 打烧饼 两片 麻酱烧饼 对 这是芝麻酱啊 对 这是往面里面抹的芝麻酱 这叫剂子是吧 对 剂子 一天差不多能卖出多少个烧饼 200个 再蘸一份芝麻酱 还在我的里边 抹上油开来撒芝麻了 对 直接粘上去 两边芝麻 对 全都蘸上了 两边芝麻 下锅 盖盖 来一个烧饼 这是手套 这是肉肠 拿着一片 上下羊头 呀 这是羊头 这就是咱们这特色手撕羊头 这个是蒜汁 一炙的一个甜辣酱 椒盐 也是咱们自制的 水花 那木骨的酒花 这羊头上来 手撕着吃是吧 戴上手套 撕着吃就行了 蘸着这种粘罩 来 再上下肚包肉 这个也是蘸着吃的对吧 对 也都可以蘸这四种粘罩 蘸着吃 来吧 开灶吧 算得先包了 拿一个肚包肉 全是肉啊 蘸点这个 纸菜花 香料 蘸点辣的 来 很香 真的很香 羊头自助 羊头自助 吃它这个 其实主要也得就蒜 有羊脑 吃啥不啥的 吃啥不啥 是吧 对 老了 一吸就硬是吧 太得硬了 就眼了 咬眼眼 咬眼锅 咬眼 哎 好吃啊 好吃 给你拿羊眼来 羊眼就不来 啊 你吃过那个 吃过就是 井舟烧烤烤羊眼吧 非常好吃 你尝一尝 那是 还真不腻啊 一点都不腻 真是 在光哥的 微逼逼游战 毕生的第一次吃羊眼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块肉 羊身上真嫩的肉 嗯 就是这羊眼锅后面的肉 这只有民主乐才是世界 它羊头里边 好多脆骨 喝口羊汤 真是吃过瘾 这羊头已经干成这样了 木铃 羊汤馆 吃了好多东西 也没吃完 打包回去 这个地方 你们自己 感受一下 到底好不好吃 有什么吃完 我吃完 你看上了 哈哈哈 你不吃完 我吃完 你出了 他刚才准备了 但我轻利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